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代面向Z时代年轻人标配2.0TB级豪华车 因此也给他取名叫林肯Z Z 所谓Z时代就是新时代的人群 那今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林肯Z的表现吧 林肯Z有IQ和I响两个车型 不是手机那个IQ 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运动版和商务版 我们拿到的是这个I响的顶配版 看车先看脸 整车最显眼的就是这个 林肯最有标志性的星耀前颗栅 开在路上这个辨识度确实很高 再加上这个贯穿式的前大灯 让车头显得更宽 确实给这个整个车的外观的气势加了不少分 而且中间这个林肯十字星辉标 应该是为数不多亮起来很好看的车标吧 林肯Z这个轴距有2.93米 车长接近5米 这个修长的车身加上这个6倍的设计 加上这条丰满的腰线 远看线条就特别的流畅 那走进了看这个侧徽标一直延伸到门巴手这儿 上面有泽菲罗斯的英文字母给人一种高级感 那车侧一靠近还会有这个巨幅的迎宾光毯 来增加这个上车的仪式感 那车尾是这种压尾状的翘起 搭配贯穿式的超红光尾灯 灯体做了凸起和续黑的处理 包含三种的话效果的迎宾灯效 那现在这个很流行的贯穿式尾灯 林肯其实60年代就开始玩了 那后面说完了 我们就进车里面去看一看吧 这个迎宾的这个音效听着还是 是为数不多 我觉得挺好听的 那我上车 我上一次看到这么宽的中控屏 还是在上一次 双幅平底的这个方向盘 握着很有质感 上面没有机器按键 而是用了两块带数字背光的 这种按压面板 传统的美式大沙发座椅 依旧是得到了保留 前排的皮质非常的松软 包裹感也不错 而且林肯也是发挥了 它的传统异能 座椅调节 还有按摩加热的选项 都特别的丰富 这个后排腿部空间就 牛了吧 完全可以达到B加的级别 我甚至还能 翘个二张腿是吧 太胖了 翘不上去 后排提供了单独的空调 还有二段式的天窗 甚至还有带灯的这种化妆镜 算是把后排照顾到位了 回到前排 空调出风口 上方是林肯标志性的按键式换挡 特别像弹钢琴 中控上的林肯标也是能亮的 会在你上下车的时候闪烁几下 空调调节给了十天按钮 这点给个大大的赞 内饰很多地方 包括车门控制区域 还有座椅的调整空间上 都用了这种金属的网格材质 看着摸着都很有质感 扶手区域没有用钢琴烤漆 而是用这种类似碳纤维的材质 扶手箱两边都可以开 林肯Z的氛围灯 支持128色的RGB调节 也做了三个区域的单独控制 还能跟随音乐来律动 高配版的音响来自 乐威 给大家感受一下 车说前排是双层夹胶玻璃 整体的隔音降度表现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看完一圈 做个校正节吧 我不告诉你 这是台油车 光看着外观内饰 这些车里车外的灯 是不是很有电池的感觉 其实这么说的话 整体这个风格 也是偏向年轻化的 但是在很多细节 比如内饰 这些皮革金属件 还有伪能的处理车身的线条 还是保留了 林肯豪华车的味道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这种风格的 车机整体外观是 星球加星空的设计语言 仪表样式会跟随 驾驶模式来进行切换 而且动画是在 不同的星球之间跳跃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是这块1.1米的贯穿 是全景屏了 我一下子就想起来 当时iPhone5相对于 iPhone4只是变长的时候 大家都调侃说 iPhone100就长这个样 我是真没想到 这么长的屏幕 有朝一日居然能实现了 而且是在一辆油车上 系统主力面 是左右滑动切换的功能卡片 哪些功能你用的多的 可以自定义添加 卡片最多10张 而且你看这屏幕这么长 感觉就特别适合做那种 手机上常见的分屏多人物 那林肯这个车机 就有智能的分屏模式 协作模式下 屏幕最右侧 会有一个和主驾 一模一样的操作界面 那这个时候 附加就可以帮忙 调一些车辆设置或者导航 智能分屏模式下 两个区域可以独立操作 而且支持双区蓝牙 附加使就可以听听音乐 看看电影之类的 不干扰主驾 智能数字助理 是和百度合作的 覆盖的场景比较广 你好林肯 我在 我有点冷 驾驶位一条高两度 他会单独识别 这个主驾这个东西 然后单独来的给我调节 再介绍几个 比较好玩的功能 第一个 舒想时分 也就是一键放松 我给你选一个模式 宇宙星空 这个动画 这个音乐 然后这个时候 香芬也在工作 还有这个 座椅按摩通 开启的同时 这个时候你啥都不要想 躺平就行了 林肯还有一个客人模式 一旦检测到副驾时 有人坐下 就会弹出自定义的欢迎词 同时会自动断开车主蓝牙 保护车主隐私 这点其实还挺实用的 就避免了有时候副驾 有人 然后通话直接外放的尴尬情况 最后 还有一个隐藏功能 就叫 时空密信 可以在四个模板上写上证言 然后让它在指定的时间 显示出来 生活 还是要多一点惊喜的 那这车开着咋样呢 因为这台还没有上盘 所以暂时没有被大家带来 那种特别详细的道路形式感受 只能先聊一聊场地内驾驶的体验 好了 我现在把车开到这个圆区的路上了 东里配置这一块 其实料子给的很足 全系都是2.0T加8AT的组合 没有区别对待 官方的百公里加速是6.8秒 那这是一台前驱车 8AT的变速箱其实很顺滑 方向盘的电子助力非常积极 低速下这个方向盘的还是比较轻了 看起来这种电子的介入感还是比较强的 少了点油车的那种质感 那当然了 这是个人喜好 如果你喜欢轻一点的方向盘 那你应该会喜欢这辆车的一个手感 那总体驾驶体验这块吧 林肯Z不是那种特别极致的 但是这种大马力的底子还是在的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肯定是能够满足的 那总的来看啊 这辆车就是把林肯的这种传统的豪华风格 和现在越来越流行的这种智能体验 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 年轻化和品质感都做到了兼容 那我想这也是林肯Z最大的特点吧 而且他知道你们想要什么 那你要大是吧 我就给你接近三米轴距和五米的车长 你要快是吧 我全系都是高功率的2.0T 你要排面是吧 那我这个外观 看着就挺贵 那内饰也下了狠料 还有这块中控的大屏 震撼佳人的一整年 你要科技感是吧 电车流行的那些灯啊 驾驶辅助啊 智能助理啊 我全都有 性价比也拉满了 那这样一辆车 25万到35万的价格 也很好迎合了年轻人的需求 绝对是这个价位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 那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我是花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